演戲是我們這個現在已經置入庭內的一個城市 還是體力勒 電視劇會比較重 你覺得我現在狀況比較好 讚讚讚 像剛剛運動 剛剛是打個很不適 演戲是我們這個現在已經置入庭內的一個城市 還是體力勒 電視劇會比較重 你覺得我現在狀況比較好 讚讚讚 像剛剛運動 剛剛是打個很不適 這部戲其實是文戲 我們演的是一個受高的教育的一個醫生 然後戲裡是用三種語言來表現 日文 台語 國語 對 這還有網路節目是嗎 就今年除了戲劇之外 對啊 因為我自己在籌備一個旅遊的 這個算是公路網路節目 就是可能出去個十幾天 養三個好朋友騎個重機 去感受一下當地的人魂 然後推廣一下當地的美食 他見他爸爸的時間很少 可是他就很愛他爸爸 會產生一些那種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對我來講 可是我覺得當然我必須承認我有點自私 我為了不讓自己再痛 為了不讓自己不舒服 所以我選擇傷害我的小孩 不談 我完全不談到他 他看電視我交代用人 不能讓他看到他爸爸的電視 這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不要去碰 我不要去講 我就好過多了 那這一次是因為老師 就是我兒子的老師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在學校就含著眼淚 然後抓住那個靜文老師 就違格了那個靜文老師 就…我好想爸爸 可是媽媽常常跟爸爸吵架 都不讓我見爸爸 我現在當時我聽老師這樣講 我…我嫩住了 我覺得這個孩子是怎麼了 從頭到尾就只有怪他娘 沒有怪過他爸爸 就是好像怪我這樣子 韋鐘哥第一集就希望我來上 可是我就覺得說 來上我要講什麼 講他好心裡不平衡 講我自己不好我自己過不去 所以就不曉得要講什麼 那猶豫的滿久 那也因為有你的關係 一直在講什麼騎白馬的 講得好像我是古代人 你是怎麼了 好可怕 特別來賓喔 但我必須承認我有一點自私 我為了不讓自己再痛 為了不讓自己不舒服 所以我選擇傷害我的小孩 我的傷害應該講說 當他想念爸爸的時候 我根本不談 不談 我完全不談到他 他看電視我交代用人 不能讓他看到他爸爸的電視 這個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不要去碰 我不要去講 我就好過多了 那這一次是因為老師 就是我兒子的老師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孫華最近的情緒 並不是很好 他說他在學校 就含著眼淚 然後抓住那個靖文老師 就違格了那個靖文老師 就 我好想爸爸 可是媽媽常常跟爸爸吵架 都不讓我見爸爸 我現在 當時我聽老師這樣講 我嫩住了 我覺得這個孩子是怎麼了 從頭到尾就只有怪他娘 沒有怪過他爸爸 就好像怪我這樣子 那我就繼續聽 幹嘛撇樹 我沒有讓他們碰面 我現在大家都知道 妳好像沒那麼親 對 中間有大概一年多 沒有我沒有讓他碰面 這是我完全是沒有辦法了解 而且我給我兒子是滿滿的愛 我不懂他為什麼還會想他爸爸 除非他8點15上課到4點半下課 這一段時間才是我自己的時間 我連打球都不打了 因為我覺得當兒子回家我一定要 迎接他 除非我WALK 而且在這之前他還傳簡訊給我 說他要看小孩 那我還 我還故意跟他講 我還故意跟他講 因為這個禮拜我要帶兒子去高雄 所以我只好對不起你 不好意思 哇 才剛 這個才過沒有幾天 就老師就給我這個訊息 他應該記得 我就2點多我就打 就馬上打電話給你 他還在睡覺 我說不好意思你再睡覺 不然等你睡醒了你再打給我 他馬上講說我沒事 你告訴我什麼事 我就跟他講說你明天有沒有空 明天我讓兒子不要上課 你回來看兒子好不好 好啊好 他就馬上好啊好啊 他好像 不管他再怎麼小孩子脾氣 在這一方面我覺得他很盡責 我都沒有想到他是一個 這麼盡責的小孩 到現在我都覺得他根本 就是只愛他兒子 也不是很愛我 所以你有跟我講嗎 我昨天在打球嘛 說你只想你兒子 你都不想我 我說你只愛兒子 不愛我 我說我都愛 可是你最愛的是你兒子 我是排第二 然後... 然後他就回答我一句話 然後他就回答我一句話說 你不也是一樣 我說你錯了 我是因為很愛你才這麼愛兒子 所以他當時就滿爽的 他就想得了 我還會問他 那叫我 我們小朋友 你又不小心